字幕提供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羊羊 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錄製影片 我們今天的影片的主題就是 溫妮莎 溫妮莎XIV 我今天應該會直接把他上陣 但是我的隊伍就會比較尷尬 會變成三攻角 會變成三支攻卡 然後把沙白就直接錄進援護 就是把沙白直接進去援護 但是沙白應該有些資源 是可以稍微把他洗掉 稍微再洗掉 可是也還好啦 是影響不是很多 影響不是很多 所以好 我們先 最主要我們今天就是先來練溫妮莎 因為其實主要會用他是 因為畢竟生存來說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 阿 畢竟 現在沙白的生存太差了 沙白生存現在有點太差 所以大概有時候衰的情況下 可能兩三回就掛 那我不如上溫妮莎 然後我把他入援護 可能還來的有用一些些 我個人就是這麼覺得 阿 反正生存都差了 那我不如換上輸出 至少溫妮莎 可能說不定還可以比他多撐個 兩回合三回合也好啦 對不對 然後他就算真的死了 至少沙白也是可以再上陣 所以我們就不多說 有些稍微上一下支援阿 所以我們只是先看 我們溫妮莎最後可以練完 練到是多少 那時候現在是210萬 我們看最後練完是多少 因為奧義 奧義 大宇宙 符文 跟 機能其實都上了 但是主要是機能的部分 就沒辦法給他是 是紅色的是沒錯 可是他的這一個 極徽章的話 比較剛 比較 不好的是他跟飛鳥衝突 他這一個跟飛鳥剛好衝突到 比較 可惜 阿 那個密集就沒有 密集就沒差 阿這兩個 這兩個 要給他 弄 好 剛好泰拳 的話 就他還好 這個的話可以直接給他買 好 離屬性 免傷的話 防卡的話就是固定都20 然後 剩下都是 反向的 阿對 41顆應該夠開門吧 然後 那個 陰巢改造 這一個的話 我記得 這邊 他沒有紅的 所以就還好 我記得 好像 他有一顆 對 紅的沒有多 好 沒關係 就這樣 銅布子的話 有先給他用到 10了 只是可以再 往上用他 只是我這個 銅布子有點少 大宇宙 好 再來是 元素覺醒 這個也是 要噴萬用碎片的地方 我要噴比較多 洗鍊 因為它是輸出 就是火 算快喔 剩一顆而已 可是 這一顆有點浪費喔 好 全滿 因為剛才有用 那個 置換 所以的話 有比較快一些些 看一下火的話 是火火火火火 然後 水 然後 就是 那是下面 好 那就 都好了 就變成 他如果就一顆是火的話 會變成 五角的會很少 火的五角比較少 加上 現在就算白嫖 其實 我 就是 能白嫖就是 VIP可以拿的 數量也是很少 不好拿 其實沒那麼好拿 然後 殺白的話 沒有半顆五角 所以 多話也不用特地移來 溫妮莎這邊 時裝沒有 奧義有 好 這些都好了 然後 再來是 戰魂 戰魂 戰魂的話 我 戰定的話 傻白是 帶 陽靈 那我先暫時 先給他帶 技能 金幣噴的有點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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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抓練完應該頂多300出頭 可是300出頭的戰力其實是蠻低的 好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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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緣份死很多 這個就比較不用去擔心 最近還有新的消息 年卡可能會是路卡爾 應該蠻多人都知道 20顆 我想說路卡爾我們應該是很難拿 所以我才說我果斷來把瘟尼莎練起來算 畢竟我們八九層應該是被亂的 所以我們就先能過渡期先撐著吧 85片 85片30顆 我果果 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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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果從這邊來拿吧 退階 我這個當時有亂點 我又點,哎呀,別這樣子又點錯了 我當時這個也都亂點 有時候真的沒去檢查,很多東西真的都不知道,有些當時自己把一些資源浪費到哪裡去 然後85片 我點錯嗎? 哎呀,浪費了兩片 怎麼會浪費了兩片呢?我點錯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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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這樣弄完是29 敵太多了吧 然後應該有個社團的地方沒有用到 家園這邊應該會影響一點點,沒有很多 看一下 但這邊應該是影響的不是很多 有時候要重登你才可以確定一下戰力 好,我們重登一下 重登一個帳號 我們就來確定一下戰力有沒有因為一些東西而沒有加成到 因為有時候你弄完系統被動會有些資料還沒幫你重置好 所以就變成要重登 可能有些東西才會是正確的 因為之前也有養成過好幾次都是這種情形是沒錯 可是像我現在競技場的位置會比較偏實名外 會比較偏實名外 會比較偏實名外 還是 你看,我就說會有點變化吧 會有差,還是有差 變成像是戰力多了30萬 但是我還是比我本身的戰力還是低 我本身還是低了30萬 還是要看到時還有哪些部分是沒有弄好的 可能應該是先手吧 先手就會差很多 因為目前先手的話 你看,傻白的先手是2000多 他先手,我目前先手這隻也才1000出頭而已 你看,傻白這個是2000多 這先手值戰力影響也是很多 戰力影響也是蠻多 好,那我們這一個 我們也只能先暫時培養成這樣子 暫時先培養成這樣子 只能暫時先培這樣 然後我們來競技場來測試一下 現在是14名 那我們來打一下有沒有個 我們來挑戰 李達看看好了 我們來挑戰李達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站位 現在是正確的還是不行 好,目前是這樣子 OK 我們的戰魂部分是不是都上了 都上了 傻白的戰魂 要給他丟什麼 嗯?我這個有炒替魂嗎? 好,那我們來競技場測試一下吧 不然 阿,佐藤在線上欸 佐藤,那我打佐藤好了 我佐藤戰力也高我 高那麼多了 你看看我後期 儲值的有多少就知道了 有少多少就知道 有少許的戰士 我可以講到這個戰士 來回到這個戰士 好,還是要做了 我會打破 然後把戰士 是在跳車 我會打破 其實一格擁護傷害也算是打得還不差欸 一擊就被化疊了一擊就隱身了好慘喔 我最主要也是要看溫妮莎的生存能力到底怎樣 冰庫有一個血泉被冰了 被冰的血量直接沒了喔 真的真的這個冥想戰火有那麼扯 冰冷,超強的 冰冷,超強的 冰冷... 冰冷,超強的 我怎麼看到那個剛才龍二的姿勢 你看龍二當機了 溫妮莎是真的很軟啊 沒鎖血真的是有差欸 還是飛鳥的輸出還是真的還是很不錯 這個是額外的傷害 溫妮莎真的也是很吃很怕反傷腳 3回合溫妮莎就倒了 好軟喔 覺得有點比沙白慘 那我覺得應該要給他帶暴風戰 不能 這樣子不太行 這樣還贏 這麼特別的嗎 這樣子我還打贏 靠飛鳥嗎 飛鳥還是起飛 飛鳥還是很猛的 這樣子的溫妮莎好像還是只能給他帶暴風欸 可是輸出現在是飛鳥 現在輸出來是以飛鳥為主 沒關係目前測試是先這樣子啦 只是這樣子沒想到剛才這樣子打還能打贏 真的是蠻特別的欸 好 那我們今天溫妮莎練完跟實測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只是也有點慘 三回合溫妮莎就走了 生存真的也是堪憂啦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